Hello everyone, this is Willen 欢迎收看每周的实战解题系列 那这个礼拜要解题的是111学年度的国中教育会 英文科阅读试题27.2 哦,你哪好顺哦 那每周会解说一个题组 那试题跟解答的那个档案会放在那个说明栏那边 欢迎各位先去下载 那影片会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会教各位解题的技巧 第二个部分会教文章的讲解 那先从解题技巧开始 那各位记得关于解题技巧 记得阅读本身就是一种在寻找答案的过程 所以我们要去找答案 那这是这文章 左边是那个题目 左边是文章 右边是题目 它大概长这样 那我们第一步先快速的看文章的长相 那当然会立刻看到这四张图 那这四张图各位你也不用多看 就是在做运动 这篇文章就是在介绍某一种的运动 这个一眼看过去 我们就能够大概知道这个文章的一个走向 那接下来看题目 那各位题目要看什么 我们先来分批看题目第27题 Which idea is talked about in the first paragraph of the reading? 那各位这一题的关键字 这题关键字是这个idea idea是想法 这个跟主题有关系 那在考第一段 想法为何 主题为何 那针对各位这个国中生 或者是假设你是阴检的初学者 那各位记得 主题要会找 你要会去找主题 因为太爱考了 这常常在考 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选项 来 A选项 How you should do Tabata Training? 关键是 How 如何做 你要如何做 那这文章里面 各位他应该就会找到方法 他会教你方法 来 那接下来 B选项 是What is the best time for Tabata Training? 最棒的时间 最棒的时间 这个当然你文章里面 就要找到时间 来 接下来C选项是 Who first had the idea of Tabata Training? Who是人 First 首先 谁先有这个想法的 那如果说你想要选C 对不对 那就会要找人 在这个文章里面 就会有人 来 接下来 初选项 How often you should do Tabata Training? How often? 这个要找频率 你会找到一个礼拜 不过你会找到时间 一个礼拜几次 一个礼拜几次 这样 好来ABCD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ABCD 这个我再把它还原 文章跟选项还原 那因为我们只要看第一段 对不对 所以我把第一段把它拆掉 然后上下文章做一个整理 那各位记得找主题 通常我们会先看第一句 跟最后一句 先看一下 大概抓一下 那各位为什么是第一句跟最后一句 因为这个是英文写作的一个习惯 第一句呢 那个叫topic sentence 它会立刻把主题讲出来 但是各位不一定 所以各位要练习就是这样 那最后一句会把整篇文章的主题 全部重讲一遍 好来 我们先看第一句 第一句它说 Tabata Training is a very popular way of exercising these days 第一句它说 很受欢迎 所以看不出来什么太多的 它就只讲受欢迎 最后一句 For example You can do more leg exercises if you want strong legs 好那最后一句它就说 你可以做更多的腿部运动 讲到腿部运动感觉 各位你可以做更多的腿部运动 感觉这个第一段应该是在讲这个运动的介绍 这个运动的介绍 而且是在介绍这个运动本身 它并没有在讲历史 所以各位看到这边大概C选项 你应该可以先删掉了 对不对 然后它因为它在介绍运动 所以这个最棒的时间 应该也可以删掉 应该 不过这个是不一定 我们还要再多看文章 好那看到最后一句 我们目前只可能 比较有可能是删掉C选项 好来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中间 各位为什么看中间 因为中间好多数字 那我们来看一下数字 这边数字的话 我们仔细看一下 它说 从这边开始 The idea of Tabata training is simple Exercise for 20 seconds 好来 20秒的时间 Rest这个单词 如果不知道 先不管它 Rest for 10 seconds 10秒 And then 各位关键是这个then then 各位知道 then中文翻译就是然后 各位它在讲一个步骤 顺序 所以第一步运动20秒 再来怎么样 再来怎么样 现在各位知道答案 它在教你怎么进行这个运动 答案点A 可以吗 关键就是这个then 它在教你步骤 how 步骤 第一步第二步 第三步第四步 这个样子 OK 答案点A 好来 接下来第二次八题 Who might find that Tabata training is right for them 来那这边有个Mind 这个我们先框起来 各位为什么Mind是一个相当重要解析关键 Mind的中文翻译叫可能 可能是什么意思 各位这个叫推论型的题目 各位我们刚刚看到第一题 第一题是在找主题 可以吗 那第二题是在推论形态 要你要去推论出来的 这种题目出现在会讨里面 通常是难度稍微较高一点的题目 来我们看一下A选项吧 people who enjoy team sport 各位 enjoy enjoy team sport 喜欢团队运动 各位这应该都没有单字 各位选项如果有单字 ABCD这四个选项 如果里面你有单字看不懂 那就会麻烦比较大 因为你如果连题目都看不懂 你要怎么找答案呢 懂意思吧 所以单字量还是该累积还是要累积 来这是A选项 B选项 people who want to start exercising 想要开始运动 好这个是B 想要开始运动 表示什么 他之前可能运动没有很多 各位这是他衍生出来的含义 之前较少运动 对不对 我想要开始运动 表示我之前比较少在运动 对不对 来C选项 people who want to fix their heart problem 各位这边有一个关键 这个fix 你要知道这个字有解决的意思 如果说你这个fix 你如果不太清楚fix叫做解决 那你再选这个选项 就会难度就会增高 因为单字不够的关系 懂意思吗 fix heart 是心脏 problem 是问题 来出选项 people who already have a habit of exercising 我们来之前看看是这样 已经有 有什么 各位这个habit也是 如果说habit 你不知道他是习惯 你要选难度就是增加了 ok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环节 我们来看一下abcd 我们首先先看一下a 喜欢团队运动 这个怎么回事呢 太简单了 光看图就知道 可是你看那个图都是几个人 那几个人而已 都是一个人 所以有图片就知道他是非团队运动 A选项就可以删掉了 这样了解 A选项删掉 A选项不对 那接下来b选项想开始运动 各位他衍生出来的含义表示 之前没有 各位希望你能够了解这个背后衍生出来的含义 之前没有 他是没有在运动的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这边是要看这边 要看到这边 为什么呢 这个解题关键是这个if 好来 if 中文翻译 阅读的时候 如果说你遇到了这个if 如果 请各位要特别注意 为什么 因为他表示一种条件 那考试就很爱考这一种 很爱考这一种 有给你一个条件 后面那个才会成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句 我稍微放大一点 好 这样应该看得清楚 如果你selden 各位这个单字 如果你卡住 也会对你选这一题造成障碍 单字还是要累积 selden是很少 如果你很少运动 或者是心脏有问题 这个运动就not good 就不适合 就对你来讲就不适合 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if you seldom exercise 这个运动就不适合了 像各位知道b选项是不对的 如果你很少运动 你之前没有运动 那这个选 那这个选 选项不适合 那各位 稍微跟各位知道 特别留意错误的原因 文章是说 各位这篇文章 很少运动 你如果很少运动就不适合 题目是说 选项是说 想要运动的怎么样 很适合 两个相冲 各位这就不对了 OK 好来 那接下来c选项 想解决心脏问题 哎呀刚刚好 各位心脏问题在这边 heart problem 刚刚好一模一样 在这里 有心脏问题的 酒也是不适合 各位这刚刚好一模一样 完全对上 很好找 各位你这个heart problem 这两个选项跟文章是完全没换字 所以各位我跳太快了 各位c选项这个也不对 你如果心脏问题你也不适合 这样 好来 出第一选项 已经有运动习惯 already have a habit of exercising 那各位文章在哪边 各位在下一句的这个位置 来 我放大一点给各位看 有了 你看这边有一个but 有一个转折 for people who enjoy exercising 喜欢运动 OK 各位就知道 文章的转折字也是一个考点 帮各位复习一下 我们今天看这边文章 我们学到了 在考试的时候 你如果在阅读 通常会有两个考点 第一个是if 再来就是这种转折字 条件的字跟转折的字 给我字难看啊 会不会多单带啊 好来 也是考点 那文章是 各位在这边 在这里 我把它放到这边 enjoy exercising 喜欢运动 那各位选项是什么呢 选项是have a habit of exercising 已经有运动习惯 各位这两个就对上了 喜欢运动跟有运动习惯 各位两个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答案填的就是 主案 答案填的就是第一选项 各位这样可以 这个选这个不容易 因为好几个选项 它都有换字 你必须要理解 各位文章跟选项 两个句子 一个是enjoy exercising 一个是have a habit of exercising 他们换字 好来 那接下来下一题 which is true about Tabata training 好来 那各位这个关键是 which is true 下列合者为真 每个选项都必须找出位置 各位这个需要各位的耐心 慢慢找 但是你要会找答案 来 我们先从A选项开始 It is difficult to learn the moves 各位 moves 你要知道 这个叫动作 这个动作是difficult to learn 不好学 来B选项 You are free to choose your own moves 是free 自由选择自己的动作 自由选择 好C选项 You need a large large space to do the exercise 需要大空间 大空间 来逐学一下 You cannot rest between moves if you want the afterburns 各位 afterburns 这个看得出来这个是专有名词 所以各位你看这个我就先不翻译 好You cannot rest 好你不可以 各位这个rest这个单字 如果说你不知道它是休息的话 好不好 那这边倒是就还好你可以猜测一下 好我们来解题看看 来找找看 首先先看一下A选项 这些动作不好学 来那各位我们怎么找答案 各位 你看图片 Jumping Jack High Kneels Squat Plank 你觉得那不好学吗 各位看图就知道动作很好学 各位A选项立刻删掉这个送分 你如果在自己练习前 你竟然选到A 各位那就是要多练习 好不好 就知道有些题目 通常不会全部的题目都很难 一定有些简单 一定有些难 各位那个初题老师他会去调配 不然一考出来全部都挂光光 那这样也不行 好来B选项 可自由选择动作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呃我们可以利用选项的这个Move 来找答案 各位这个是不会换字 为什么因为 Move这个单字 不太会换 因为它这个字对应到文章里面 各位不信我们来找找看 有没有 换字几率不大 不信我们会找找看 来各位来文章来 第一个字是不是出现在这边 第一个Move Move Move 第一个Move 出现在这边 好那这边我放大 来 来这边Move说什么呢 For the 20 seconds For the 20 seconds Exercise are not difficult to nerve Jumping Jacks High Kneels Squats and Planks or some of the move Common Moves 好这个有没有讲到题目要的 目前是没有 可是我们要找的是自己决定 来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Move 来第二个Move 就有这几个 好那它在这边 带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Decide yourself Decide yourself What moves to do 你可以自己决定 来我把它变出来 各位文章在这边 文章的字是这个 Decide yourself 可以吗 自己决定 来选项是什么 各位选项叫做 Free to choose 有没有各位 两个选项 文章跟选项 各位文章就是这个 我所谓的文章就是这个 选项就是这个 希望各位能够明白我在讲解的时候 各位你会发现文章是自己决定 选项是自由选择 意思一样对上的 懂意思吗 可是各位这边有换字 各位注意换字 各位所以你在练习的时候 包括你在自己练习写题本的时候 当你找到答案的 你不妨想一下 这两个答案 为什么我会选它 这样子可以 下一句 来C选项 这个是需要大空间 Large Space 那各位 这个Space 各位选项有Space 这个通常可以帮助你引导回去找单 因为Space这个单子通常就不会换掉 那Space出现在哪边呢 各位 文章是不是也有Space 出现在这里 所以在这边 It doesn't take much time or space 出现了 来 选项是需要大空间 文章是 Doesn't take much space 不需要很大空间 当然C选项就是错的 来 那接下来猪选项想要Afterburn 你想要这个不能够说 就是Afterburn 你知道它就是一个专有名词 通常不会换字 各位仔细一下 果然没有换 一个Afterburn在这里 来 那选项的Afterburn在哪边 嗯 对 Afterburn专有名词 来找单 利用这个专有名词来找单 不会换字 来在这里 它甚至还帮你有左引套 右引套圈出来 好来 那接下来各位 我们就是要去找了 不能休息 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关键字 好 我们要找到关键字 来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这边 我把它放大一下 慢慢放大 免得各位头晕了 来 这边好来 来看好哦 念给各位听 but to have this wonderful afterburns 你想要有这个很棒的Afterburn 你需要exercise really hard 很hard really hard 哦 这样知道了哦 各位 文章是exercise really hard 文章是这边 选项 各位选项是需要 你不能够休息 你不能够休息 between moves if you want the afterburn 好各位 初选项是不对的 各位为什么不对 休息跟really hard 并没有对上 你不能够休息 跟你要很努力的做 两个并没有对上 各位那个概念是不太一样 各位懂意思吗 我可以休息 但是我可以不用很认真的做 了解 好来 那接下来第二个 所以各位答案填的是 初选项不对哦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填的是B 这样OK 那接下来各位第二部分 就是文章讲解哦 文章讲解就是文章讲这样 就一句句来哦 Tabata training is a very popular way of exercising these days 好 training 是训练 然后 popular 是受欢迎 exercising 是运动 所以Tabata training 这个训练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方式 什么方式 运动的方式 运动的方式 these days 这几天 It doesn't take much time or space and it burns calories faster than other ways of exercising 好来各位 space 是空间 burn燃烧calorie 卡路里 位置的方式 所以咯 doesn't take much time 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或者是空间 然后呢 它会燃烧卡路里 很快 faster than 很快 跟什么比 跟其他的方式来比 什么方式 运动的方式来比 也就是说 各位 A跟B来比 A赢了 速度比较快 各位 A是什么 就是Tabata B就是其他的运动方式 好 The idea of Tabata training is simple Exercise for ten seconds Rest for ten seconds and then repeat at least eight times 就只八次 来单字啊 simple 简单的 second是秒数 rest是休息 then 接着 repeat是重复 所以 Tabata训练的想法很简单 运动二十秒钟 休息 其实这边有休息啊 这个刚刚回应到二十九节 这边有休息 休息 休息十秒钟 它是要休息的 然后 接下来是 重复 重复至少八次 好 那这边有专有名字的介绍了 The moves for the twenty second exercise are not difficult to learn Jumping Jacks, High Kneels, Squats and Plains are some of the most common moves 三次啊 Move是动作 Common是常见 所以这一些动作啊 有二十秒 二十秒的运动 不难学 有Jumping Jacks,这个是开合跳 然后High Kneels是高抬腿 Squats,深蹲 然后And Planks是棒式 Are some of the 就是最最为常见的动作 好 这样子了解 下一句啊 You can decide yourself what moves to do in your Tabata training Decide 决定 yourself 是你自己 所以就是说 你可以自己决定 What moves 动作 to do 要做什么 在你自己的 Tabata training 里面 你要决定自己做什么动作 For example You can do more leg exercises if you want strong legs 举例 你可以做更多的腿部运动 如果你想要有强壮的腿 好 下一句 OK 没有跳下一页 有了 Strong就强壮了 好 下一句啊 One great thing about Tabata training is that your body will keep burning calories for at less than an hour after 4 minutes of Tabata training 效果不错哦 这边有个补充说明 各位这个介细词 这个介细词都是在做补充说明 如果说这一句你觉得比较长的话 你可以善用这个介细词 来 各位补充说明 我用黄色的 然后接下来我先把它隐藏起来 各位注意真正的主词跟动词 真正的主词就是一件很棒的事 这件事情就是这个 可以 那介细词都在补充说明 它并不是真正的主词 概念都要了解这一块 来 Keep是持续 Bird是燃烧 我就照着讲就好了 来 一个简单的事情 什么是呢 来 补充说明 什么是关于 Tabata训练的事情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身体会持续的燃烧卡路里 至少 for 这是持续多久 至少一个小时 哇不错 在什么之后 4分钟的 Tabata训练之后 4分钟训练 热量持续燃烧一个小时 哇 划算咯 好 接下来下一句 But to have this wonderful afterburn you need to exercise really hard during each 20 seconds 好 来 那各位 这个to就是为了 moder to wonderful 美妙 afterburn after是事后 所以afterburn是事后燃烧 意思就是说 你有做运动 然后后面会帮助我们燃烧什么 就是说 为了要有这一个美好的事后燃烧 你需要运动的很认真 非常认真 在什么时候 在每一个20秒的运动 你要很努力的做 然后接下来休息 If you seldom exercise or have heart problems this exercise may not be good for you 好啦 seldom就很少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很少运动 或者是有心脏疾病的话 那这一个运动 may not be 可能就对你来讲 就不适合 下去 but for people who enjoy exercising but are too busy to go to the gym tabana training might just be the answer 好 各位这边有个斗点 然后斗点我们先删掉 斗点先断句 我们先看前面 那各位这边有个形容词 这个名词加护 是形容词概念 所以我换颜色 所以各位这边 从这边到这边 所以对于人们 什么样的人 enjoy是享受 gym 答错了 gym是健身法 所以对于什么样的人 喜欢健身 但是太忙 太忙碌 而无法去健身法的人 tabana training might just be the answer mine是可能 answer是答案 tabana训练可能就是解答 好了 那各位以上文章讲解完毕 那下周我会讲解25到26题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